吃完正三之后呢很多人想吃点点心 如果是买外送的话 很多店家是要求买到一定的数量或是金额才可以外送 不过台中大坑呢有这么一家这个芋圆仙草的业者 他的外送标准跟车程成正比 也就是说车程20分钟的话得买20杯他才外送 那么车程30分钟就要30杯 路程越远杯数就要越多 手工柴烧嫩仙草 加入自制粉圆和当天熬煮的大豆 一圆育圆淋上黑糖水 来到台中大坑一定要试试的手工嫩仙草 深受游客喜爱 今天是第一次来很有介绍的 就是这一晚现场吃外带没有问题 但又是想请店家外送 数量限制可是有车程时间的规定 骑车开车10分钟内15杯起跳 20分钟20杯 车程半小时30杯 以此类推还得提早一天预约 我觉得OK啊东西只要好吃 我觉得都是还蛮值得的 要外送他车程如果当然有够的话 我们才可以送 客人在他拿到的时候还可以知道 就是完全没有所谓 成本考量是一部分 另外是因为食材天然手工 可不希望最佳赏味期 因为外送过程和时间拉长 坏了品质 而同样担心口感变差的 还有台中这家知名的葱油饼 现场总是大排长龙 但想打电话外送当下午茶 门槛20片起跳 他可能会限制片树 会会自己 因为在附近也会自己跑一趟 第一点我们人手不够 要外送的话 如果那个闷到的时候会比较不好吃 人手不足 加上担心一桩进纸袋 塑胶袋 高温热会产生水迹 让吃进口的葱油饼不酥了 所以和手工嫩鲜草明店一样 定出自己的喂送标准 考量成本 更在乎的是消费者 吃进嘴里每一口的品质 中天新闻六人王一超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